这次在四川大一的越来镇严谨村 学会了做腊肉 我还想在走之前再学一次做香肠 这是我们的厨师长杜欣为同学 这是一大棚的猪肉 这是辣椒面 有盐 鸡精 花椒 腊肉 不是 辣椒 这是什么啊 这就是猪脚上花出来的肠腻 这个肉是切碎了的吗 就是一片片肉片吗 把它拌匀 下面是见证鸡的时刻 现在因为其实我们在 像我上海有做香肠的话 我们都用厨师鸡的那个灌肠配件啊 这样来做嘛 我还不知道传统方法怎么做 我知道了就让它一直滚 就是浮在这个上面 然后放一点出去放一点 对不对 我理论其实已经掌握了 自己厨师要不要 我来试试嘛 我来试试嘛 就是我 就是我可以这样拉吗 它会拉断吗 它会不破吗 真的是一个艰难的问题 下面就是把肉肉 崖根牙签 崖根牙签是干嘛用 啊 放气 就装好过后要做 好,我现在要把它挂起来 我拥有了人生第一次手工做川尾腊肠的经历 竟然是用一根竹子和直接用猪小肠里面刮下来的肠衣做的 虽然全程我其实只是看一看 我不知道这样跟肖肠会被谁吃掉